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呀,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漠南蒙古与中央政府,也就是大清朝廷的这个关系 说实在的呀,这个努尔哈治和黄太极这两辈子大汗呢 对这个漠南蒙古的政策也没见有多先领 那无非呀,就是公一方合一方呗 使劲的和这克尔亲部和亲 然后就玩了命的采乎这个查哈尔布 几顿死了查哈尔布,末代大汗,林丹汗 最后还把人家八个媳妇啊给分了 那这对付末北蒙古又是什么个形式呢 那这个末北蒙古在什么位置呢 这末北蒙古啊,在隔壁沙漠的北边 也就是现在的呀,蒙古国范围之内 哎,要过去说这地儿可大了 在这片草场上啊,生活着很多蒙古部落 比如说呀,这车臣汗,土蟹土汗 三阴诺言,还有啊,扎萨克图 要说那会儿啊,这个末北蒙古的领地 可比现在的外蒙古大多了 贝加尔湖附近的大片的西伯利亚土地 都是末北蒙古的操场 要说呀,这蒙古国他也没遇上好街坊 脱离了母国,跑那边啊,自个儿独立去了 可是呢,被这个白猫大雄盯上了吧 哎,这国土啊,不断的被蚕食 所以说呀,那多少啊,有点活该自找的意思 这个呀,现在说起来已然不是咱们家的事儿了 是他们家的事儿,让他自己处理去 我看呢,他们也只能是暗期暗编了 在后金时期,以及清朝的初期 这清朝统治者就认为啊 这末北蒙古太远了,王化不到 实际上呢,在这个天命天宗以及士祖年间啊 哎,和这个末北蒙古啊,没有过多的联系 直到啊,这1688年,这事情才有了变化 1688年那年啊,正是康熙27年 让这个中央政府,也就是大清朝廷 和末北蒙古有了紧密联系的这个人呢 出现了,哎,他不是一个末北蒙古人 他是一个墨西蒙古人,谁呀 嘎尔丹,这嘎尔丹这人呢,您得记住了 因为这两天啊,咱们得围绕着这个人聊 但是今天啊,他只是个出场而已 他得把这故事带出来 就在康熙27年,这嘎尔丹呢 带领着准嘎尔大军呢 入侵了末北蒙古 也就是啊,这蒙古的卡尔喀布 好家伙伙的嘞,这甘尔丹那个草原疯狗 这名号啊,可不是白得的 但是真横啊,比突尾巴狗还横 哎,这末北蒙古的这卡尔喀布 觉得也招架不住 于是啊,就举国投靠了中央朝廷 这样一来,这末北蒙古啊 就归顺了中央朝廷 这清政府呢,就有义务保护他的臣民 于是就在1688年,这清政府啊 和这个墨西蒙古的准嘎尔布啊 算是结下梁子了 咱们呀,先把这个准嘎尔布 哎,这个嘎尔丹先放一放 咱们先讲这个墨北蒙古 这卡尔喀蒙古投靠了大清之后 哎,这大清朝啊 康熙皇帝肯定是高兴的 不为别的,这版图 一下子扩大了不少 直奔西伯利亚要进北极圈了 可是呢,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那就是既然山高 所以皇帝就远 我如何能让你那个地区王化呢 显然呢,像这个墨南蒙古一样 用和亲的办法是不行了 我查了半天呢,也没查到 这大清国呀 有哪一位这个后妃啊 是墨北蒙古出身 这乾隆皇帝呀 四大蒙古嫔妃 哎,有两位啊 竟然是墨西蒙古 也没听说谁啊 是由墨北来的 那这个大棒政策怎么样呢 打呢 哎,那人家都臣服于你了 打个屁呀 那唯一啊 望这个墨北用兵啊 那就是为了防范墨西蒙古的 准干尔布来袭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哪有的人想不出来的办法呀 哪有这个统治者想不出来 治理人民的办法呀 当然了,治理好,治理不好 另说着 这康熙皇帝一拍脑门子 逐一来了 那他什么办法来治理墨北蒙古呢 哎,他呀 给这个墨北蒙古啊 制造小分裂 人常说呀 撒什么什么 跟不要钱似的 这大清朝廷啊 往墨北蒙古撒王爷 跟不要钱似的 1691年 那年啊 那是康熙三十年 这康熙皇帝就亲自跑到啊 多伦诺尔这个地方举行了盛大的蒙古会盟 这墨南蒙古的四十九旗王宫 以及墨北蒙古的诸家王爷啊 坐到一起 向天下正式宣布 这墨北蒙古的大片草场土地 正式化入到大清国的版图 这康熙皇帝一看这个墨南蒙古四十九旗啊 哎,他记上心来 有主意了 他为了能够更好的治理外翻蒙古 一下子就把这墨北蒙古啊 分了四蒙四部八十六旗 当时的墨北蒙古啊 最大的头子呀 那就是这个土蟹土寒 扎斯克寒和车臣寒这三大势力 清朝朝廷啊 对这三家是一视同仁 让他们呀 井水不犯河水 在这三家的基础上 不是又分了那么多的蒙旗吗 每个蒙旗呀 都设有长官 这个长官的名称啊 叫扎斯克 一般呢 都是由这个蒙古王公来担任 被称为王爷 好家活的嘞 这么一来呀 这墨北草原上的王爷呀 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一根接着一根 哎,这王爷呀 他都成了片了 并且呢 在这个政务工作上啊 这些王爷可以绕过大汗 直接向中央政府 中央朝廷 康熙皇帝汇报工作 万变不离其宗啊 实际上跟这个西南的吐司啊 感觉一一声差不多 只不过呢 这些王爷呀 比西南吐司 哎,权力要大多了 这些个王爷呀 享受着政府特殊的待遇 什么待遇呀 他们可以定期的 带着家族的子弟呀 到北京城 向皇帝汇报工作 实际上就是公费旅游 公款之贺 并且呢 个顶个的呀 还都是世袭的 这朝廷发着工资啊 还给着奖金 这大清国呀 给着这些王爷 独特的优厚的待遇 对他们呀 就只有一条要求 让你手下的牧民呢 就在您的齐盟放牧 不要出自己的地盘 并且呢 防范其他人 进入到自己的地盘当中 这么一来 时间一长了啊 各个齐盟的王爷们 自己的小领土范围意识啊 就非常的浓厚 我呀 不去你的牧场放牧 你也别来我的牧场放牧 互不侵扰啊 也要互相防范 大伙的心呢 七岔子八岔子 都向着自己的小利益 就没有人会抱成团啊 去反朝廷了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什么叫你的过有领土啊 不要拿这句话 忽悠人 哎 你在那住了军 这块地方才是你的 这整个墨北蒙古啊 臣服了大清 那这大清国呢 就有义务保护 这堆王爷的牧场 这敌人呢 哎 是献持的 谁呀 就是那个墨西蒙古的 准嘎尔布的嘎尔丹 康熙皇帝 和这个蒙古诸部会盟之后啊 这个墨北蒙古 正式化入大清国版图 清朝就开始在外蒙古驻兵 在哪啊 清朝啊 在乌里亚苏台设立将军 用于管辖整个墨北蒙古 而这个外蒙古驻军呢 是在康熙年间 专门呢 就是为了防止这准嘎尔布东征 最初啊 驻军呢 比较在前沿 哎 在哪啊 在这恶龙级和这个嘎顺等地驻军 这两个驻防点啊 各有一千守军 他们是啊 清朝抵抗准嘎尔的前沿阵地 雍正的时候啊 在这个二泰山 乌兰古墓 查韩索尔 扎克拜达等地啊 都有驻军 满洲兵啊 两千四年一冠 蒙古兵两千 永远驻守 1733年的时候 清准进入和平时期 清军呢 也开始移入这个乌里亚苏台驻防 清朝啊 他驻防系统是这样的 您像这个边疆啊 他只设将军 不设地方官 像什么乌里亚苏台将军呢 伊犁将军呢 像这个关外的什么 宁古塔将军 黑龙江将军呢 这都是既管兵啊 又管民 到了前六年以后 这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嘎尔 但是啊 清朝并没放弃在外蒙驻军 哎 对这个地区 我们有实际控制权吗 主要啊 驻军就在乌里亚苏台和科目多等地 其他地方的驻防啊 根据需要随时调控 清政府在这儿驻军呢 三年一换访 数量不多呀 驻防官兵的良响啊 由这个隋远城发放 这隋远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 这大清国呀 在外蒙古驻了兵 对这个地区也有实际的控制权 守住了疆土 保护了这一地区牧民的安全 这才叫我们的固有领土 这大清朝廷 对外蒙古的控制还有一条 据说也很关键 不过呢 在我看来呀 不推靠谱 说着是很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一项工作 这是什么呢 我给您磨叨磨叨 信不信得在您 有这么一种说法 这大清朝廷对外蒙古的控制啊 还涉及到了宗教 利用宗教控制了外蒙古的人口 这蒙古部众啊 主要啊 信奉的就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其中的皇教啊 以不尽女色为教义 只要出家修行 就会啊 获得相当大的好处 不用啊 承担兵役 摇曳 赋税 生产等各方面的劳动 一旦啊 修成了正果呀 你还能获得这个大清朝廷的认同和封赏 这件事情啊 让很多这个牧民呢 羡慕不已 于是呢 就纷纷加入了进来 这下啊 郑重了清廷的下怀 于是这清政府在外蒙各地 大量的修建寺庙 就是为了推广宗教 这么一来啊 就导致着外蒙古啊 男性大量的选择出家 为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得到朝廷的册封 实际上 您想一下去吧 真正啊 能够得到朝廷册封的大喇叭 又能有几个 这么一来呢 这清政府就用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 把这些人呢 封住禁锢了 那自然就是难盯一扫 你还造个屁反呢 所以说呀 很多人都认为 这清政府啊 在漠北蒙古推广宗教 也是治理统治外蒙古的一种手段 不过呀 对这种说法 我还是持自己的保留态度的 谁能有那么傻不是 对不对 得嘞 今天啊 咱们把这个清政府和漠北蒙古的关系 咱们简单的捋了捋 实际上比这复杂的多啊 因为咱们这班啊 并不是主讲这个满猛关系 所以说咱们只要能捋顺了 咱们就一带而故 明天啊 咱们就给说说那个大清国的宿敌了 对喽 就是那个折腾了大清朝 百十年来的大清国的宿敌 墨西蒙古的准嘎尔布 我这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